太平山上停车场旁 摄影师手拿大炮猛拍 因为眼前难得出现 三级保育动物黄猴雕 但这可不是运气好 时间回到更早之前 只见这名摄影师 手拿面包撕成碎屑 撒在草地上不一会儿 就召唤出黄猴雕 以食物引诱保育动物献宗 完全无视一旁告示牌 大大自言写着禁止喂食 这种行为已经处罚 最高可开罚30万元 民众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 投喂食物都可能 渐渐影响生态 导致濒临绝肘的保育动物 逐渐消失 不过在山区也有惊喜出现 宜兰绝机超过30年的 台湾食物 首次被镜头捕捉 连续10张调查照片中 清楚显示食物从相机前 一面走来短暂停留 然后就看照片 越看越不对 那明明就是食物 然后就吓到 民众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 也在这个过程之中 看到很多的生态的一个部书 食物通常只生存在苗栗 南到嘉义台南一带浅山 在宜兰现身 让生态专家又惊又喜 赋予台湾生态 不只需要保育人员用心 更要民众共同努力 记者林医生 郭宇轩 宜兰采访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 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